这几个人是地表最强高中生 老天来了都要给他们跪下 在没有魔法的世界 竟听意志之力站到全球顶峰 他徒手就能搓何等的天才科学家小琴 让你知乎大人十大变了 他只靠风骚走位 正在枪林淡雨中毫发无伤的剑侯小葵 让你知乎不 大人时代还没变 他让人类几乎不用再担心死亡威胁的神医贵因 他掌控全球经济命脉的才界魔王圣人 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还非说这是魔术不是魔法的prince小 他木野村后裔 漩涡名人都看了知乎牛逼的记者袁非然 但这些人在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面前都不够看的 他年仅16岁就连任日本首相 世上最年轻也是全世界最棒的政治家玉子神思 然而这七个小天才应声没一个会开飞机的 搭载着七位地表最强高中生的飞机竟然坠机了 不过没关系 他们将在异世界展开新的篇章 玉子神最新醒来 一看他面前站了个精灵美少女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突然想起飞机失事的场景 一把抓住妹子的肩膀趁机吃豆腐 问他有没有其他人 妹子让他回头看看 玉子神一看 小伙伴们躺得整整齐齐地放下心来 然后迅速接受了他们可能掉到大山里的现状 这个精灵妹子叫利露露 是救了他们的人 利露露贴心地给玉子神喂饭 刚刚还把人家妹子抓得吃痛的玉子神 这回就连嚼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个怎么办呢 为了让玉子神赶紧恢复精神 利露露大意凛然地把肉粒塞进了自己嘴里 嚼过之后直接上前捧起玉子神的脸 嘴对嘴用舌头顶着送了进去 不得不说 这山里的妹子就是鸣风唇婆 玉子神倒是一点没不好意思 还请利露露继续尾 结果下一秒 一位兽人大姐推门而入打断了他们 兽人大姐名叫威诺娜 被玉子神称赞了一句年轻就开心的尾巴摇来摇去 这时玉子神才发现不对劲 双方也和解 发现他们根本不了解对方所说的事物 玉子神便请二人带自己去看看飞机失事地点 看到那架飞机被烧在纸上残骸 玉子神心中大惊 这根本不可能有人生还呢 突然一头巨龙从他们头顶掠过 这下玉子神不相信也不行了 毫无疑问 他们重生到了异世界 之后的几天 其他人也都相继醒来 热情浩格村民还为他们举办了篝火晚会 只有二小迟迟不敢接受见识 这里可是有真的魔法的 那他的那些魔术算什么了 不过利露露告诉他们 只有少数之人可以使用魔法 玉子神便安排小人之后去调查一下魔法相关的事 七个小天才来到异世界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居然是制作蛋黄酱 有了这玩意 村里的小孩们也能开开心心地吃土豆了 闲聊中 威诺娜告诉他们一个传说 说曾经有七位来自异世界的俑者 打败了邪恶的巨龙 一起整举了这片大陆 其人都觉得 这个传说或许和他们的穿越有关 只有威诺娜的儿子埃尔克不屑一顾 他始终不相信 这些人是从异世界来的 觉得他们就是在村子里混吃混喝 被母亲叫醒了还气冲冲地跑开 玉子神他们表示了意见 毕竟他们现在确实算白吃白喝的 所以当天晚上七人就开了个小会 讨论之后需要做些什么 首先就是了解这个国家的相关常识和魔法 第二个是根据那个传说寻找回智的方法 第三也是目前最重要的 报答村子的恩情 帮他们重振财政 不到一个月后 小林琴就有异己之力 在村子里造了发电厂和误线网络基站 手机网络全能用了 隔壁石卷的聪哥听说后 都得哭晕在溶洞 玉子神听完小林琴的汇报后 深感欣慰 突然听到村口传来维多娜的声音 过去一看 村民正在跟几个士兵对峙 这些士兵是来收保护贝的 村民们没钱没东西上供 领头的竟然还想对兽人大姐动手动脚 这谁能忍 玉子神当场就把几个士兵教训了一番 还怕阿小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埋伏着 装神弄鬼 吓得他们不敢跟领主告状 阿小终于承认自己是个魔法师了 把一颗正台头分出去 在士兵头的面前四处飘 警告他们别乱说话 等等等等 你们高中时候都管这玩意叫魔术的 傍晚玉子神又开了个会 这次主要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世界一定要放松心态 不要太认真 万一不小心毁了这个世界就不好了 不得不说 这小伙子真敢说 关键是按照设定来说 他们好像还真没吹牛 大家都开始帮村民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商计魔王圣人也跟埃尔克去镇上交易了 在意识节度生意 需要许可证 可镇上只有这一家商会有许可证 老板是个奸商 无限压低价格 如果就这样把东西给卖了 村民们压根没法过冬 圣人带着埃尔克走出商会 还教育他不能忍气吞声 这种人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杨烟一周内就要把这家商会给搞垮 让奸商老板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资本家 圣人先让小忍帮自己调查市长的黑料 拿到了他收到商会贿赂的证据 再用证据交换了许可证 接下来就让商机魔王 教教这些没见识的土著 如何空手套白狼 白手起家走上人生巅峰 圣人正在教育埃尔克的时候 突然走过来一个兽人女孩 小女孩可怜巴巴的请圣人叫她赚钱 圣人看到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 忍不住动容了 于是直接将这个名叫碌碌的女孩收入麾下 晚上圣人和其他村子的人谈生意 咱们现在没有本金 便提出可以让那些人在自己的摊子上寄卖 买出的商品 他们埃尔姆商会这规收益成立 几天后 尔姆商会的摊子在中央广场支了起来 他们一分钱没花 就收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还让那些村民资源留下来帮忙 而且能卖掉可以作为中间商收利润 卖不掉了也没什么损失 资本家听了都落泪 很快来了大批客人 第一天就赚了大几箱金币 这样一来 小林需要的材料都能安排上了 村民们也不用担心过冬物资了 圣人还把玉子神族的蛋黄酱拿出来卖 并如他所料 吸引来了大海蛇商船的代表克劳斯 这是一支专门进行海上贸易的大商船队 两个人都是有头脑的人 跟那位肥猪奸商不一样 克劳斯表示 以前我没得选 但现在我想当个好商人 很快两人就打成了交易 以后就由埃尔姆商会 为商船队供货 与此同时 奸商会长还能够抱人那些金币妹妹的睡觉呢 听到手下汇报大海蛇倒戈了 才不慌不忙的让部下们明天也去中央公园摆摊 觉得他们商会财大气粗 肯定分分钟就能解决对方这种小商会 这个消息自然也被小人带到了圣人那里 真正的商战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大早 奸商会长就下令把所有商品买回来 直接切断埃尔姆商会的货源 可惜现在有了埃尔姆商会这个护盾 大家已经不会再卖东西给奸商会长了 之前奸商会长垄断了港口的交易 就开除了陆路商人旅行商人削减开支 让村民们搬用物品 而他们自己承担关税 于是圣人就把那些旅行商人雇到了自己这边 之后他们的商品都会直接送到埃尔姆商会 奸商会长想买都没有途径 即便嚷嚷着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商人们也都不愿意相信他了 就算现在把货卖给他 他这种没有信誉的人 等了以后为了薛景开支 还是会把他们给开除掉的 最后奸商会长屋住的跪倒在地 他本以为自家商会就这么被搞垮了 没想到圣人画风一转 表示以后我们要互利互惠 开个会来讨论一下这座城市的未来呢 毕竟圣人深知 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更何况他们现在手上有奸商会长的把柄 不怕他在搞什么小动作 但埃尔克不明白圣人为什么这么做 圣人非常坦诚地告诉他 因为搞垮了敌人会更麻烦 那么多旅行商人又不可能一直顾下去 等奸商会长屈服了 他就打算把商人还给对方商会 至于合作什么的 都是空投合同了 说着露出了奸商的笑容 这是一群壮汉走过来 非说圣人抢了他们的商品 圣人看着面露恐惧的路 立刻明白过来 偷出一袋金币 就把这个奴隶少女给买回来了 让埃尔克知乎老板大气 小人也将商会的事情 事无巨星地汇报给了玉子神 不过关于那个传说的故事 就让他这位史上最强记者都赶到了棘手 根本无从差弃 唯一的线索 就这似乎和七光圣教这个宗教有关 可这个宗教连同其他的所有信仰 都在几百年前就被帝国灭掉了 因为帝国崇尚弱肉强食和皇权天手 除此之外 先要离开这里 需要从领主那里获得通行证 而领主是个比奸商会长还要混账的家伙 玉子神若有所思 把这些事暂时放到了一边 然后和美少女们一起美美的泡温泉 突然阿小跑过来大喊着大事不好 说是去打理的村民 遇到了名为森林之主的怪物 众人连忙跑去探查情况 刚好遇到了回来的圣人和埃尔克 小鬼帅先赶到 拔出刀鞘 直接面对那头巨大的黑熊 但其中一位村民被攻击已经断气了 玉子神安慰他们 才刚断气而也不用慌 说着就让鬼影给他们露一手 区区致命伤不足一提 于是在小鬼手起道路斩断剧情头颅的同时 他也利用那双神之手 有跳不稳的为村民修复了伤口 然后握住心脏 开始手动复苏 村民一口老血喷出 活了 民土追魂的美少女身衣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另一边 村子里在等大家回来的圣人他们 没等到村民们 等来的却是分岛夫林的守卫骑士团 训练有素的士兵们 整整齐齐排列 簇拥着领头的团长白银骑士 白银骑士一眼就看出了美貌的利禄禄 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给他们村口锅 说他们通过非法手段聚集金钱 有叛国罪的嫌疑 说人不服 只为商界魔王的他 怎么可能搞犯法的事情 那都是合理合法赚来的钱 然而白银骑士依据 第一件的下名摸到金币 就是重罪给他整部会了 他忘了 这里可不是法律至上的文明社会 是领主能一手折天的奴隶制社会 他们不是骑士团的对手 根本无力反抗 好在现场有个看病魔术师的魔法师 利用障眼法忽悠了那群骑士 但欲得神明月的察觉到 人群中没有利禄禄的身影 此时的莉莉 已经被带到的领主家大别墅 坟香木叶穿上漂亮衣服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等会儿要经历些什么 结果村子里的御子神却说 要抛弃就没人 换取整个村子的和平 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 政治家的心都是黑的 不过不管他怎么说 村子的人都不愿意放弃利禄禄 即便是让他们与领主为敌 甚至坐视叛国的罪名 欲得神听到威诺娜那么说 才松开了已经被指甲出的 鲜血淋漓的掌心 原来他刚刚说那番话 也是违心的 只说出了从大局考虑最有利的做法 但既然大家都愿意拼一把 那么哪怕会血流成河 沦为贵族的家畜 他也要把利禄禄给救回来 为此这位政治家决定 要在异世界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 还提醒村民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们可能一不小心 就导致这个世界的文明前进五百年 世界的方方面面都会被彻底颠覆 与此同时 利禄禄已经被献给了大肥猪领主 一只胖手 都要比利禄禄的小脸还要大了 在美少女柔顺的头发上肆意抚摸着 利禄禄在来的路上 已经被白银骑士给威胁了 决定用自己来换取整个村子的安宁 所以不仅没有任何反抗 甚至还主动迎合大肥猪 闭上眼睛索吻 眼看那张猪嘴快要碰到利禄禄了 没想到美少女的嘴还带电的 一阵巨烈的电光闪过 大肥猪领主直接被震飞出去 利禄禄自己也晕了 好家伙这个带电的嘴还双标啊 当初给玉神子喂饭子没出发这个 肥猪领主恼羞成怒 让白银骑士把利禄禄给绑起来 虚虚贱命 敢敢伤害人家大贵族的身体 还没等两人继续对利禄禄做些什么 城堡突然一阵巨烈震动 原来是小灵芹朝这边开炮了 这玩意儿可被魔法好使得多 直接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炮 早已埋伏在城堡周围的村民 立刻手握盾牌冲了出去 这是小灵芹用超合金制造的 管他长枪短剑碰到就得掉下去 森林里还有弓箭手 八百里开外一枪爆头 自然是小灵芹为他们特制的铁剑 再加上剑好小葵和府王威诺娜 以及魔法杀小 即便双方人数悬殊 那些士兵还是被牵制住了 玉子生和小仁就悄悄潜入城堡救人 看到魔术师 小老头还忍不住玩弄了对方一下 不过白银骑士果然不是朗德虚名 居然发现不对劲带人回来了 小仁必让玉子生赶紧去找丽露露 这里交给他就行 玉子生很快就发现了被吊直的丽露露 刚准备救人就被大飞猪领主 一枪打中心脏倒了下去 领主得意洋洋的跑出来炫耀 以为敌人肯定已经被干掉了 走到丽露露面前 拿匕首挑断了他的衣服袋子 准备在战火中享用极皮梅少女 每次男主完毫无损 从他身后站了起来 还掏出了比他手上更高级的手枪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覆水难收 反正已经和帝国为敌了 那就先拿这位灵主的血来 寄一寄手上的枪 一枪击倒大飞猪领主后 玉子生连忙把丽露露放了下来 可丽露露睁开眼睛后 发出的就是没有感情的AI音 说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个世界正在被邪恶的巨龙逐渐吞噬 然后摸着玉子生的脸 让七名勇者赶紧拯救世界 说完真的溜露露才苏醒过来 玉子生跟他讲了来龙去脉 将脆弱的美少女揽进了自己的怀里 外面也同时传来了胜利的呼喊声 七个超人高中生 已经决定在异世界建国了 但诗出得有名 于是他们决定从宗教入手 让归音和小葵两个美少女 换上兔女郎装重当门面 这谁看得不迷惑 再让阿小当众不要用几个花里胡哨的魔术 把这群异世界吐住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最后一人再来一罐蛋黄酱笼络人心 他们的宗教名为七光圣教 打的记号是神明小大人和他的使者们 很快就在这里掀起热潮 街头巷尾的人们谈论的都是这个宗教 市长站在落地窗户面前看外面的景象 忍不住感慨 多蒙特已经完了 看来市长是个明白人呢 他已经打算明天带着钱和家人跑路了 可惜玉子神不给他这个机会呀 就让打扮女仆混了进来 一上来就当着市长的面脱衣服 市长满面惊恐 你不要过来呀 玉子神直接表明态度 他们不是来迫害贵族扰乱城市的 而是想和贵族联手干大事 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市长和女装少年 进行了什么样的交易 总之第二天一大早 市长就当众宣布 要将这些城市的同志权移交给七光圣教 市民们对此喜闻乐见 在下面齐声呼喊着七光圣教 不费一兵一足就收服了整个城市 不愧是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当天晚上 七人又开了一个会讨论接下来的事宜 不过在说正事之前 圣人这个肩上 就算掏出了一堆情小人 拍到的玉子神女装照片 在这那少女们看到之后 瞬间春心荡漾 小令琴面上的渴望 更是说都说不出 圣人在他耳片恶魔地鱼 等会照片发你一份 接着 归英提出了 想要个生产抗生素的设施 玉子神有条不紊地将各项市下安排了下去 还准备建立属于七光圣教自主的骑士团 而团长遇死神的心里也有了人选 会议结束后 他就去找了那位名叫巴纳德的独眼男人 他也是白鹰骑士之一 更是城里少数不满七光圣教的人 因为他们的行为 相当于公开向帝国宣战了 帝国军队迟早会打过来 这的城市在不久后也会变成战场 他家里还有个可爱的女儿 可不想就这样战死沙场 所以已经退出警备队 自认也不可能再接任什么骑士团团场 但玉子神并没有放弃 第二天亲自娶了巴纳德家里 再次包住橄榄枝 这才特知 巴纳德和女儿相依为命 只想过平均的生活 玉子神便诚恳地告诉他 他们七光圣教和知识的统治者有所不同 目的是建立任何人都能自由生活的民主国家 所以不会对军人要求决定的忠诚 而是要他们成为战斗的帮手 他可以像以往一样 继续把女儿放在第一位 巴纳德还是被玉子神口中的 美好蓝头吸引了 他想让女儿生活在任何人 都能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国家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博一把呢 巴纳德接受了 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自己领导 或者国家而会见 而是为了家人 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会见 不过贵族可不会被七光圣鸟哄骗 他们在奴隶制社会 过得是多么好的日子 咱们转眼间 就要和当初看不起的低等贱民一样了 这些人养尊处又惯了 如果没有一个领头羊 是撑不起气候的 与此同时 小人带着埃尔克去外地打听情报了 得知帝国有个五一高强 还会模仿的领主 名叫杰匹公 是皇帝的吃汗粉 现在东盟特程 被七光圣角占领的消息 已经传到他那里 当初的人气头目白银骑士 特地过来求助 结果被暴露的杰匹公 一刀斩下头颅 他发誓要将内军叛乱者斩草出根 玉德神也知道 和帝国的战争应该不远了 直接把小林晴当工具人时 让他造这个造那个 把自家军队的装备 全部升级一遍 主要是他们还不会魔法 只能尽可能的点科技术了 什么枪支大炮导弹 核弹全都安排上 尤其是听说那位杰匹公 可以使用天之火 那是威力能打到 摧毁一座城市的战略魔法 杰匹公曾在战争中使用过 瞬间就让那座城市陷入火海 这时莉莉走过来 打断玉德神和圣人的对话 说想请玉德神吃个饭 感谢他上次救了自己 没想到玉德神 直接以工作忙为由 直接拒绝了 莉洛露还以为 自己是被他讨厌的 毕竟战争可以说是因他而起的 圣人赶紧放好基于红妹子 表示玉德神是在 被当初没有第一时间 选择救他而自责 莉洛露明白了过来 当天晚上就跑去玉德神的办公室 告诉他自己并没有责怪他 相反很感激 他为埃尔姆尊做的一切 还给玉德神发张好人卡 然而听到玉德神的下一句话 他就愣在了原地 我杀了我的亲生父亲 好家伙你也是灭吧 玉德神的父亲也是个政治家 从小他对冲顶的父亲 直到他发现 父亲贪污腐败 欺瞒人民坏事做尽 留意后毅然居然站在正义的一方 和小任以及圣人联手揭露父亲 最后父亲被判处死刑 他的家庭也分崩离析 母亲无比痛恨这个儿子 莉洛露听完心疼的哇哇大哭 直接A了上去 告诉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讨厌他的 还说玉德神让自己帮他做什么 他都会满足 玉德神一扯领带 哦真的吗 车门汗死 来给我往城市的边缘开 结果这人居然只是求玉乐 给自己当吸诊 没出息的东西 而外面原本打算找玉德神 商量事情的小林青 看到这一幕后默默离开 回自己的工作室生奔气去了 另一边 小任带着艾尔克推开了一扇门 他们又揭开住的城镇残忍的真相 面前是鲜血淋淋的斧子 和吊植的死人 一切还要从今天早上说起 小任和艾尔克来到这座城镇 镇上的居民都很热情好客 打招用丰盛美味的食物 接待两位旅人 脸上洋溢着笑容 一边看小任他们快乐的吃喝 一边赞颂伟大的皇帝陛下 和领主洁癖公 小任也不跟他们客气 吃饱喝足醉心醺的 被旅馆老板带到了房间 但老板娘的女儿米琳达 去悄悄提醒两人 尽快离开这个城镇 幻音刚落 就被妈妈恐怖的语气给叫走了 艾尔克不明所以 运糊糊倒在床上 问小任接起来怎么办 小任没说话 上来就给他一个啵啵 把解毒药送到他的嘴里 然后说出了这座城市的奇怪之处 刚刚那些人只是看着他们吃 自己就几乎不碰 明明眼中的黄胆和骨瘦如出的手指 都表明这些人在长期挨饿 这里肯定有不为人真的秘密 于是小任带着艾尔克 悄悄来到地下室 眼前出现的就是刚刚的一幕 看来这些人是故意把旅行者引进旅馆 让他们吃饱喝足动弹不得 在谋财害命敲鼓吸嘴 就在这时外面传了声音 小任和艾尔克透过窗户悄悄往外看 发现是士兵在训诫村民 让他们齐声赞颂黄铁克领主 在检查他们脸上的笑容是否标准 身上的衣服是否洁净 简直严苛到了离谱 米令他的袖子上不小心沾染了泥土 就被士兵揪出来鞭打 而老板娘子还要坚持露出完美笑容 小任和艾尔克不忍心看善良的小姑娘受欺负 而这可是接近敌方中心的好机会 于是小任把手机交给艾尔克 独自一人组织于要求交换 只要他们放过那个孩子 自己就放下武器乖乖跟他们离开 那位名叫珍德的女妻是同意了 眼睁睁看着小任被抓却无能为力 艾尔克便质问老板娘地下室是怎么回事 老板娘这才坦诚 他们原本的村子安静祥和 以种植小麦为生 可洁癖工过来当领主后 要求美化景观保持洁景 为了不在衣服上沾染泥土 他们不能种地 也不能干其他工作 村子很快破产 连吃的都没有了 无奈村妹妹只能把主意打到旅行者的身上 只能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与此同时 珍德支开其他士兵来到了狱中 他是侍奉另一位布伦哈德伯爵的白银骑士 也是为了吉皮公领地未来而担忧的 避之团成员之一 说白了就是个卧底 他猜出来小任也是为了吉皮公而来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珍德向小任提出了合作警交 至于那位吉皮公 他也不是昏庸 只是根本不把民众当人卡而已 领地内的人民过得水深火热 还要调及黄金给伟大的皇帝做雕像 有听说那群叛军还没解决 当机走到了封印他那把怒热银枪的地方 烧得通红的枪身被他一把握住 同时 李洛洛的体内再次响起那个声音 告诉他七位勇者正在面临危机 需要李洛洛指引他们 紧急着无数声音都在喊着救救我们 下一秒 吉皮公将那把枪抄成事扔了过来 小林情那边一刻检测到天之火的位置 发射导弹想将其抵消掉 没想到一世界的魔法比科技还厉害 导弹对他毫无作用 只是稍微偏移了一下位置 既然如此 那就用更多的导弹 让他降落到无人区 这样就能控制住最小的伤亡了 于是数枚导弹接连发射出去 然而立马枪跟长了眼睛一样 眼看又和最后一枚导弹相撞 居然硬生生转换位置绕开了 最后还是降落到了居民区 周围瞬间燃起雄雄火焰 并不断向外蔓延 民众们瞬间惊慌失措的时候 阿小突然现身安抚人心 大家果然纷纷冷静下来 于是神和市长也有跳不稳的 安排人前去救助民众 并且加宽道路 把大火围堵了起来 防止他们继续蔓延 结果那些火焰居然窜了出来 化作火人 在行刺杰皮工火人的指挥下 继续在城里作乱 这次就连玉身子也一筹莫斩了 从来立马枪喘吁吁的 告诉他们破解的方法 怒热岩强束缚了岩之精灵 只要阻住的核心枪身被破坏 就可以解救他们 让大火熄灭 李璐自己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但是大家都表示了对自己的信任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破坏枪身 可是导弹只剩下一颗 你把枪又长了眼睛 而且周围的大火也会影响导航 如何他能确保击中长枪呢 看大家愁眉苦脸的思索 小葵突然站了出来 表示他可以和导弹一起出发 手动导航之目标 此话也说 那些离谱的高中生们也说不出话了 好家伙原来你们也会震惊啊 小葵坚称自己不会做办不到的事 于是大家也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 小葵先用水灵变全身 衣服都湿透 然后和导弹并排站立 一声下令同时出发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飞毛腿导弹 跑到一半 双手抓住手动导航 但突然面前出现一群火人 小葵登起脚后更用力 又来了个搅动刹车 同时用力把导弹压下 紧接着冲天而起 你以为这就够离谱了吗 不 他在空中又硬生生调整了导弹的方向 还能不断躲避洁皮弓射过他的攻击 来到洁皮弓的视线盲区 从机刀绕过去后终于锁定了目标 拔出刀鞘 先急阵狂风 护送导弹冲进了火海中央 最后撞到长枪瞬间炸开 大火紧跟着消散 洁皮弓的真身骤然喷出一口老血 开始无能狂怒 是要将叛军扫灭 城市有史以来的大危机 就这样被离谱高中生们解除了 民众们更信仰他们了 小灵情也为军队再次升级了装备 遇上洁皮弓派来的人直接吊打 这洁皮弓也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大冬天的出兵进攻七光盛效 士兵们原本的大雪中经过了长途跋涉 再看对方的武器居然那么先进 就让他们引以为傲的重装骑兵都不是对手 当即心态就崩了 直接一败涂地 而洁皮弓对此还一无所知 还在对着大军激情澎快的宣讲 听着大家热血沸通 当即就随着贞德射过来的一支箭 举起了叛军避之团的旗帜 大人 师大变了 现在您才是叛军啊 可怜的杰皮弓这位皇帝的忠犬 刚对着一群二五载演讲半天 经过了一整天的激战 杰皮弓俨然已经是孤家寡人 贞德和小人一起 突入他的总督府展开决战 该说不说 杰皮弓的战力确实算得上天花板了 杰皮弓的双臂已经被火焰笼罩 操纵火球照两人攻去 尽数躲开之后 小人朝杰皮弓扔了枚闪光弹 刺眼的光芒瞬间闪下了杰皮弓的双眼 贞德趁机挥剑捅了上去 杰皮弓居然握住剑刃直接捏碎 将贞德重重甩了出去 一条火石也挡住了想要突袭的小人 咒到这时 贞德从背后将断剑捅进了杰皮弓体内 恼羞成都的杰皮弓还想反抗 小人立即推着贞德躲开 同时射出一枚手里剑击落吊灯 吊灯砸在杰皮弓身上 鲜血鼓鼓渗了出来 流在地板上缓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针 小人赶紧的挣得逃了出去 两人看到总督府忽然爆炸 一道强烈的光芒冲天而起 都忍不住感慨 那个男人临死居然还留了一手 幸好他俩跑得快 不至于被拉着同归于尽 接触后 彼之团占据了所有功劳 迫不及待的向民众宣布 杰皮弓已经被他们讨伐了 但小人告诉玉子神 现场并没有找到杰皮弓的尸体 那个男人也不像是会自杀的 玉子神表示自己心里有数 归因他们已经美美的做起了麻杀机 小林青看到大家发育的那么好 忍不住有些自卑 小人登机传授他们家祖传的暗魔术 对着天真单纯的小林青又柔又暗 一闪到那天晚上看到的场景 小林青忍了 虽然碧之团暂时接规了杰皮弓领机的统治权 但七光圣教主动提出帮忙重建城市 这是玉子神为了拉鲁明星的手段 他知道毕之团的首领康拉德 把那四座黄金雕像给私吞了 准备等到民众被拉到自己这边后 一举揭发毕之团的丑心 安排好接下来的工作后 身为医生的归因开口了 他留令玉子神和小林青 必须放假三天好好休息 这些天最累的就是他们俩 再这样下去 他们的身体会支撑不住的 两人只好仅遵遗嘱 玉子神还邀请小林青 假期最后一天一起去转转 小林青本来就对玉子神有意思 自然不可能拒绝 还打算把握机会拿下玉子神呢 便悄悄向大家请教 如何以男性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 小鬼告诉他 只需要一击击碎对方脆弱的部位就够了 真是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再一问归因 叫的全都是少而不已的东西 那一晚小林青彻底长大了 最后小林青决定听小忍的 约会非常顺利的进行了起来 两人为了不饮注意还换了身装扮 小林青被玉子神蒙得小点突红 吃饭的时候 玉子神不小心拿错酒杯 小林青直接羞晕了过去 并且梦到了小时候的事情 她是六岁就拿诺贝尔奖的神童 妈妈曾经也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但逐渐的 妈妈的光环被小林青所掩盖 她开始变得狂躁易怒 把所有不满全情住到女儿身上 之后干脆抛弃了她 小林青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后来是同班同学的玉子神治愈了她 每天都拿坏子的东西请她帮忙修 从一开始的不耐烦 到后来的沉迷其中 小林青再一次爱上了科技 终于她拒绝了玉子神的请求 她就撞见了玉子神在和家电修理处的大叔交谈 原来那些坏蛋的机器全都是她借来的 目的就是想帮小林青找回你 终于小林青醒了 睁开眼睛就看到玉子神那张俊俏的帅脸 而且还躺在人家大腿上 给心上人当吸诊算什么 就应该让心上人给自己做吸诊呢 现在七光圣教有了新的敌人避之团 避之团已经开始和帝国联手了 玉子神他们迟早和这个曾经的盟友有一战 但在那之前 城里居然爆发了败血症 米琳达也不信中招 老板娘哭着求阿小大人救救孩子 跟阿小只是魔术师又不是真正的神 偏偏这时 医师协会的会长过来挑衅 幸好桂英及时赶到 用一根针就缓解了米琳达的痛苦 她和会长搭读 自己会用这颗石炭制作出治疗败血症的药 不然的话就解禁鸦片 而这正是会长的目的 自从桂英下令禁止鸦片后 他们医师协会的收入就大大减少 说干就干 桂英叫来丽露露准备开始制药 操作之后 曾经打败败血症的奇迹之药 黄甘之机就这么完成了 给所有病人服下之后 大家全都好转起来 这件事自然被汇报给了会长 会长的老东西就不干好事 他居然想派人绑架桂英 威胁他把解药换成毒药 以此让七光圣旧的地位一落千丈 结果这番密探还被郑主给听到了 桂英早知道他有所动作 又把两个手下解决后 一针射入会长的穴位 让他动弹不得 只能被桂英为所欲为 桂英压在会长身上 本应该是让人心神荡漾的场景 可会长听到桂英的话满心都是恐惧 桂英说只要捣弄一下脑碎 就可以改变人的人格和意志 然后不顾会长的求饶 打开了他的脑袋 第二天 会长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握着小圈圈快乐的说 患者的笑容就是最好的褒奖 真就硬和洗脑啊 而在帝国的催促下 逼日团终于展开了行动 帝国还借给他们一个 同样很会玩火的神秘魔术师 他们先把不愿意 同流合污的布伦哈特伯爵 及其拥堵给铲除了 当然也包括真德 真德现在才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可惜已经晚了 他不是那群人的对手 眼看身体就要被染指 幸好关键时刻 极有小忍即使感到 轻松制服那几个士兵 然后带真德去看了一些黄金雕像 当初毕者团首领说雕像没找到 其实就是被私吞了 真德了解一切后 毅然握住学人的手 决定加入他们气光圣教 就到这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连人立刻藏了起来 敲锁的皇帝雕像怒不可遏 没错 他就是杰匹公 杰匹公带着地狱的夜火 又杀回来了 而且早就发现 隐藏在暗处的小忍和真德 两人来不及思索 杰匹公胸口处 带进心脏的红色石头是什么 立马跑着出去 这的堡垒立刻燃起熊熊的烈火 杰匹公简直是敌我不分的自杀 定狂的感受着魔力 从体内源源不断的涌出 有了这个 他就可以继续为皇帝陛下效忠了 就在这时 一枚核弹射了过来 整片要塞瞬间被摧毁 大人时代变了 这是七光圣教 才向帝国展示他们的实力 这一股力量并非是属于魔法的杰匹公 只要他们想 也可以在千里之外直接摧毁帝都 第二天 阿小将信徒们拒绝了起来 由天使御死身进行宣讲 首先把毕之团的恶行公布了出来 然后宣布七光圣教 已经将四个领地统治权纳入麾下 但他所期望的并不是统治民众 而是在人人平等的正义之下 让人民自立 为此他们将建立一个 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人的共和国 这番激情澎湃的演讲 很快掀起了民众心中的热血 就此 阿尔姆共和国正式成立 万万没想到 刚建国就迎来大危机 杰匹公简直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双臂都炸毁了还能来到这里 胸口中的魔石涌现出无限魔力 瞬间将他的身体尽数修复 而且变成了个牛头人 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巨大的火焰灵体 小然和小葵双双冲了过去 李璃璃提醒他们 若点是那颗红色的石头 小葵这么高超的剑术 居然没能将石头砍碎 杰匹公静止朝玉子神重来 玉子神不慌不忙的握紧手枪 终于在对方到达之前 彻底击碎魔石 杰匹公抓住栏杆 蹲在了玉子神面前 一眼就看透了这个少年 说他口中的理想 只是在吃人说梦 紧接着身体失化 并随之碎裂 不管怎么样 奇光圣教再次解决了一场大危机 杰匹公的话 时时萦绕在玉子神的耳畔 他知道自己和其他六个人不一样 他并非天才 不过没关系 因为他的天才同伴们 从来没有嫌弃过他 反而依赖信任着他 能和这群朋友 再一次聚首喝酒 就足够了